最重要的是 来跟我们录制Podcast的来宾 他们可以很轻松的 很comfortable的分享 他们要分享的content 当作是一个很愉快的gathering 就好像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下喝奶茶 然后我相信这个也符合我们一盏茶的这一个名字 这是Binion Institute Podcast 由宾州研究院制作 我们希望用一盏茶的时间 带您探索地方有趣的人事物 制作一盏茶其实已经两年了了 差不多我们好像就是2022年年尾吧 就开始录制 对 第一期的那个 我还记得 虽然不是我参与录制 我也没有参与制作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加入那个Podcast的团队 那个时候是讲的什么 死人是什么 死人是唯一的好人 是吗 那期很有趣 那个我有从头听到 然后我很喜欢那一期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 从那个手机制度到现在 就是说每个月一起嘛 所以到现在已经其实发布超过了20期 那其实作为一个非专业的Podcast主持人集团队 先让我们给自己掌声掌声 大家好棒 大家好棒棒哦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团队其实是三个人 两个主持人 然后还有一个剪辑师 那我们三个人呢 其实在公司的职位都跟Podcast 都应该说我们三个人职位跟工作范围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个专业的Podcast 那我们的本职工作是其他的事情 所以Podcast也只是其中一项工作 被委派的工作 OK 所以那今天这一期呢 其实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 宾州研究院制作中文Podcast的幕后故事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可能也有一些人 如果一直有在持续的在听着我们这个Podcast呢 或许会好奇 这个团队到底有几个人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可以听到一到两个主持人的声音 所以真的只有这两个人在工作而已吗 那其实今天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个团队不只是有两个主持人 我们还有一个剪辑师 所以今天呢 有幸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剪辑师 平时都是默默的在幕后呢 你知道我们就是在讲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听 然后听完之后回去 还要一直不断的在听 在听在剪 很辛苦 对很辛苦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他来 所以我们这个Podcast 过去一年多来说 可以算是个铁三角吧 算是吧 就我们三个人 然后决定要讲什么课题 所以呢 欢迎大家收听一展场 我是智贤 我是依杰 我是依杰 我是依莲 耶 我们听到了依莲的声音 OK 那我们可能或许先从场地来说起吧 因为Podcast是音频 所以其实大家都看不到 我们其实是怎么录制 你们几乎只能够凭想象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场地来就是录制 我们其实也从来没有正式公开过我们就是录制Podcast的场地 所以请大家呢 继续的利用你们丰富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我们处在的环境 大家应该大概也不难猜测 其实我们录制的地方在我们办公室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槟城 我们的录音室有换过场地 从一开始在我们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间里头 其实它也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录音室 可是那里有一些隔音墙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录音上就是可能会干扰的噪音 到最近几期 其实我们有换地方 我们换到隔壁的一间建筑 那它是20世纪初的古迹 所以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之中的变化 因为场地的关系 然后如果你们猜得到是从哪一起开始有些微的差异 我们欢迎你可以写信到我们Benet Institute的inquiry信箱 我们有小礼物给你 送你一杯奶茶 是我们喜爱的奶茶 那依莲你要不要谈一谈 因为其实像我们我跟依杰就是在主持的话 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是场地变化是比较感官上的 就是看到的 坐的椅子 看到的东西 感受 那因为依莲你主要都是听嘛 你觉得有差吗 我来补充一下 所以这一个建筑呢 我们把它称作South Wing Building 那当然旧的场地和新的场地是有好有坏的 我们旧的那个场地呢 因为是一间房间然后有隔音墙 所以当然那个音质会好一些 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的场地对我来讲也是挺好的 因为毕竟这个场地比较特别 然后也比较漂亮 因为这个我们是经过 翻修 对我们有翻修 去年 2023年年尾翻修的 对所以我觉得相信来跟我们一起录制的那些来宾 他们也会觉得比较舒服 再加上这里通常也没有什么别人 就比较清净 我们也可以进行的说话交流 其实没有隔音墙 我个人觉得也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 因为有时候有一点点的背景的声音 也可以让整个Podcast有所不同 对 就会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然后增加一点点的feel 我在想那些听众朋友 如果就是你们的听感非常的敏感的话 如果听得出那个差别 或许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喜欢就是之前的那种feel 还是现在这种feel 我其实是听不出来 江振 对 我是听不出来 那我们就期待观众朋友 写信来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咯 那我们也想要聊聊说 就是除了场地之外 那进入到Podcast入制本身 那其实一集的规划 从概念的形成 乃至于我们找合适的受访者 之后其实录音 然后到最后 Elia其实帮我们做了很多人的剪辑 然后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看过 然后给一些feedback 然后到最后我们基本上 准备上线了 我们就会准备text 写一些summary 还有title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 倒不会说非常的复杂 但基本上还是要有适当的步骤 还有安排 那我们接下来能不能聊聊 我们究竟是什么定主题的呢 好那可能在定主题之前 可能先说一下 作为中文Podcast 或是说在宾州研究院 作为中文的Podcast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限制 我觉得是语言吧 因为毕竟是在宾城 宾城大概有60%的华人 但这60%的华人 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讲中文 所以顺便宣传一下 我们不只有中文Podcast 我们有英文Podcast 我们有马来文Podcast 所以我觉得相较于 两个语言来说 如果他们指定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想要讲经济 比如说 那可能英文跟马来文 要找到可以来分享的来宾 其实挺容易的 因为这方面的专长 大部分都是在英文和马来文 但是在中文 就相对来想比较有这样的限制 就是我可能想讲这个主题 但我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讲这个主题又会讲中文的人 所以反而有时候就变成说 你会讲中文 那你可以说什么 来上我们的Podcast 这个或许要归功于一节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来宾 其实都是一节找来的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其实自贤和Elia 也都给很多想法 那刚刚关于自贤聊的 就说如何找来宾 其实虽然说我们 就是我们一盏茶 其实我们是需要能够探索 有槟城的在地的故事 那我们也不局限 只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小本经营 如果要我们请到外地的 我们无法负担一些车马费 所以刚刚我想就是回应 之前提到说 我们早受访者有一些些局限 是因为我们还是从身旁的 认识的对象开始 对 但如果有别的州的朋友 甚至外国朋友来会讲中文 如果主题有趣 我们其实都会看有没有机会 对我们来者不拒 对对好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几个都是对这个Podcast 有一些感情 所以我们其实参加活动 我们都会特别去留意 谁适合讲 谁会说中文 这个人很会说中文哦 真的而且讲得很好 甚至我昨天上了油嘎 我还想说 这个油嘎老师很会讲 他说动作的时候 我问老师说 老师想上我们Podcast吗 大家敬请期待 看我们会不会请到我们的油嘎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油嘎呢 很厉害哦 所以基本上 刚刚是有点玩笑话了 可是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从日常生活的灵感去找 那一开始因为 本身我对于槟城 尤其是艺文 其实也是很关心 也有兴趣 所以我有一些其实是从自己的朋友圈 一开始的时候去找 但是他们也都相当优秀 然后到后来就是 参加活动会去看看这个适不适合 然后甚至有些例子是 好像在路上搭讪的 比如说之前如果前几集观众有一起听的话 就是Let me learn 自闭症的那一集 所以其实也是我们 在我们共同生活圈 一起在我们的Covidium看到的 所以其实就是 争取各种机会 有机会 然后可以觉得这些人有趣 就会请他上节目 那我觉得我们受访者通常都非常友善 其实是他们不嫌麻烦 因为我们能给他们的其实不太多 然后还花费他们的时间 然后筹备 就是他们有时候要准备问题 有时候我们问题又蛮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谢谢他们 那我也想请那个自闲 因为自闲其实也帮我们 连接了很多的不同的受访者 我们也问问自闲的经验 对啊 所以像怡姐她都是从活动上 或者是可能她认识的圈子来认识 或者是在路上遇到去搭讪 所以我很好奇 你们是就是Let me learn 有兴趣回去听一下Let me learn OK 然后像我就是比较有趣 就是马老师那个 书发老师那一期 我遇到马老师 其实是就是我跟朋友 去十八丁旅行的时候 然后就在一个咖啡店吃饭 就这样子刚好遇到了马老师 然后他就很热情的 跟我们说话聊天 就迪了一张那个名片给我们 然后我才看到名片上说 他就是懂书法之类的 当时没有想很多 哎有耶 应该不是说我想到 是我朋友说 嘿你到时候回去 可以叫他来上你们的Podcast 那我说哦是哦是哦 然后回去我就 回来跟你们分享 说哎要不要就是叫马老师来 所以那一期我们是特地 第一次出外景 第一次出也是目前唯一一次 也是到目前为止 也是唯一一次去到那个是去太平 对去那里就是录制马老师那一期 所以这种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看缘分啦 我在想 Benet Monthly 因为像 Elia其实她的本质 比较是着重在Benet Monthly 那你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透过 嗯通常呢 因为我们Benet Monthly 有时候为了要写文章 会需要去采访一些人 然后我就会顺便问一下 如果是刚好遇到那一种 中文很好 然后又特别爱讲话的 就会马上想到我们的Podcast 然后就会想问一下 你有兴趣跟我们录Podcast吗 所以反正我要去采访嘛 所以可以说是一时二了 就是顺便问一下 对真的我觉得 真的很谢谢这个团队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觉得 做Podcast 然后可以跟人家聊天 然后可能大概也喜欢我们 在录制的那样过程 种种加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所以大家都会 很谢谢两位 就是大家同伴 大家都会就是有什么 其实大家都会连接到 所以这样过程对我们来讲 也是重要的 包括就像我们 Let me learn那一集 然后Elia 她也是同样把一些收获访谈 因为我们觉得非常重要 然后她也是另外会写在 Benet Manly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 有注意到我们有另外一个出版品 其实我们都会 在同一集 其实我们有一篇文章 所以其实都很谢谢大家 就是把一样的东西 然后扩展到不同的领域上 这个过程 而且有时候我们在文章里面 也是会 就是特别的 Mention一下说 如果你有兴趣要听到更多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然后听一下我们的 这一集的Podcast 然后有相同的 Content 对 帮他们增加一下 那个Exposure 对 曝光度 曝光度 对 我们有时候在 录Podcast的时候 也会特地提到说 有兴趣想要看照片的话 什么 或是想要看英文版本 都可以去Banel Monthly 就是去阅读这样子 所以是互惠互利 对 一时二鸟互惠互利 对 所以有时候 一些都是靠着的 都是缘分和命运 所以你如果听到这一集 也是你和我们的命运 我们有缘 听起来我们会很佛系吗 但其实我们是很认真在做Podcast 但因为我们的群众 其实比较独特小众 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带有品质的 节目内容给听众朋友们 那接下去我们可能或许说一下挑战 刚才我们有提到挑战就是语言嘛 就是在选择来宾这方面 其实就会也有一定定的限制 因为语言的特质 所以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也有其他的挑战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马老师那一期 因为是第一次出外景 我们其实也是特别担心的 因为像刚才一开始我们讲场地这件事情 我们是在我们非常舒适的场地 我们确保没有任何的人来打扰我们 我们甚至会在那个门外 因为我们是用会议室 那个会议室其实是有隔音效果 我们会在会议室外面就贴满了各种告示牌 在录制哦在录制哦 别来吵哦 别来吵这样子 我们会生气哦 我们会生气哦 所以可以感觉到大家一看到那个字条 就会就算他们是在外面就变温柔了 变温柔就是捏手捏脚这样子走过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程度就是可以有那个控制那个场地 但是如果说到外景我们其实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会在哪里录制 所以就是我们有跟马老师沟通过了 马老师一开始好像是说要在她那个玻璃店录制嘛 但也真的很幸好她临时改变主意 她说我有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录制 那个地方就是真的非常的也算是比较幽静 嗯 也非常的舒适 所以其实我们录制到来也没有任何的用嘛 好像有听到一点点车 外面的摩托车 啊对对摩托车 对对 可是有时候也是避免不了 尤其是我们特地要去外地去这样子record的话 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状况而放弃了这么好的content 而且马老师的那个content是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 耶伊莉娅喜欢的 好啊那其实对我来讲除了这些就是可能有声响造成的影响 或是出外景比较劳累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的描述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如果要描述一个图像 其实我我如果是在我面前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 其实我觉得我很难就是很好地描述他 就是描述到另外一个不用看那个图像的人可以听得懂 这部分我觉得自显就很棒 然后所以上次有一集是我们访谈real 就是做那个桌游牌 然后让人家了解海洋生态那一集 那那集能够找到他其实也是因缘机会 他其实是住在KL的一个就是很棒的 很有经验在海洋生态的那个专家 那因为我们的主管也是很支持我们 然后他参加活动他认识这个人 然后他觉得说很棒的受访者一定要让我们来访谈 然后我们也很幸得到他的首肯 然后我们就请他来录制 所以那录制那个内容其实就讲很多是海洋生态啊 珊瑚礁其实其他的海洋那个 他是桌游 对桌游 他是桌游 对如何被破坏 然后但是那个过程包括很多桌游怎么玩 然后其实那应该是我们首次去介绍一个视觉性的 比较偏视觉性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点 因为一方面那个准备很 很冲促 对然后那个主题其实并不是我熟悉的 所以我就显得比较僵硬 然后当那个受访者他把桌游摊在桌上 然后我记得 我有点就是断线 但是我记得志显那时候记得很好 他马上就是从那个桌游的那个样子 因为他有一张就是主要的纸摊开来 他有海洋生态 然后再把游戏放上去 然后我记得志显就很敏锐的直接从描述那个 他连多大张他都有 对连没错连多大张都很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让我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描述的世界 然后我觉得就很棒的学到了很多 相同就是关于视觉这种的 因为我们是音频嘛 所以其实就是像一姐说的 靠的很多很多就是主持功力跟如何去描述 过后我们就还有一期也是这样子 就是阿米老师那一期 因为阿米老师就是那个绘本的画家 所以他也带了很多自己著作的那个绘本来 然后他有在现场就是翻给我们看 然后说你看你看这个这个 但我觉得那一期应该没有reactate这么难解释 因为他只是很小而已 我们很快的很快就接上了对吗 对对对 很快就直接描述说啊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 所以过后我们在听的时候也其实也还ok 蛮顺的 所以这个就是就是boocast就是在看不到情况之下 可是又偏偏遇到了比较 应该说需要想象力的那种 但我觉得应该很有趣吧 我觉得很有趣学到了很多 对啊 而且可能对听众来说也可能充满了好奇心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你们可能在边听的时候就开始去就是google search一下 哦你们在讲这个 怎么讲的没有很清楚 就ok我自己google search好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啊这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你刺激人家对某些事情的这种好奇心嘛 对对 好啊那我们就慢慢接下来一个一个小部分我们来聊 就是关于主持人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是也是很感谢有自嫌这个好搭档 因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去选择对象 然后其实我都是会看团队讨论 当然我会说这个太棒了 但是他通常我很谢谢他们 通常都很支持他们也给我他们的意见 所以从主题的选择到于问题 然后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其实都会把 在事前我们都会把问题给受访者让他们了解 但是我们其实也保有一令的弹性 能够当场发挥看受访者可以比较舒服的方式进行 然后甚至在录制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之前之前也会就是对一下稍微的简单的脚本 然后一唱一和的方式进行 所以那个方式比较像是我们会有一个人 一开始和后来有点不太一样 是一开始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主持的风格 然后我们也不太熟悉怎么样运作 所以我跟之前我记得那时候有比较明确的分工 包括说谁先问什么问题 谁以后问什么问题 就是比较清楚会一个一个列出来 因为我们很担心会有落拍接不上的状况 然后也不确定那个默契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 然后到过来随着越来越有默契 我觉得之前真的很棒 因为我有时候工作 不好意思要承认一下 因为有时候早上我们其实都有时候 都还蛮有密集的一般的工作 书写或是联系等等 然后我们通常录制后来都是在下午 包括现在时间我们就是录制在下午 然后有时候就是看当天会不会累 有时候比较累一点 难免会有一点点不会整个都接不上 可是会有一两个moment 我就有点放空 然后我觉得之前都会很好的 就是帮忙补充然后接上 然后有时候我辞聪了 之前也会救我一下 应该讲其实我们在这方面都是互相帮忙 因为你说你断线 我也是常常断线 然后我想说我现在不知道 我去了哪里 怎么办 现在我要怎样接下去 然后我就会看这一节 然后我就一节你讲 他就很会很顺利的去总结 有时候他会稍微就是把来宾说的东西 稍微总结 然后他就很顺着讲 所以其实与其说是一个人 怎么样子 或者是更多的是 我觉得我们越来越磨合吧 应该这样子说 就是我开始理解你的方式 然后你也开始理解我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会 断线的时候用眼神 你知道啊 我现在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们要接下去啊 所以讲到这个像刚才 宜姐有说我们其实是 我们一般都喜欢放在下午 可能也比较让我们能够进入状况吧 但同时有时候早上 如果堆满了工作的话 要进入状况其实也不容易 因为像我们说 我们其实不是专业的 Podcast主持人 就算不是Podcast 在主持方面 其实也几乎没有这样子的 经验 你也觉得有吗 没有 对啊 我们不算啊 我也没有 顶多只是自己爱讲话 对啊 不算有主持人 对啊 就是真正在台上 在听众或是观众面前 做主持的工作 我们几乎都是没有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 所以其实很感谢 Podcast这个机会啦 对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去主持 所以 因为我们这样子特性 就变成说 像我啦 我个人来说 我其实很需要一点时间 来进入状况 之所以要进入状况 就是说要先去了解 这个课题要讲什么 然后我才能够 像仪杰刚才讲的 断线的时候 有人能够赶快接上 如果我们两个同时断线 我不知道怎么办 就我们要靠 我就把我们断线的部分剪掉 我们想就剪掉这一段好了 对 所以其实在进入状况 有时候就如果我们是 下午录制的话 早上我就早上 大概十点多 十一点 我就开始再来看一遍 因为像仪杰说的嘛 她会很早之前 就会把问题就列好 然后发给那个来宾 所以我会再看一遍 那个问题 可是有时候早上看的时候 进入状况之后 我有时候会 我甚至有时候会 大幅度的会调整 那个问题 不是吗 以前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子讲 我觉得我们要分出来这样子讲 先讲这个部分 然后再讲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问题 可以归纳这个部分 真的 对我特别要讲一下 这部分之前是真的很厉害 因为通常大部分时候 我就是两位 会给我一些意见问题 就是基本上主要的 就是变成大概我们十个问题 我们给来宾 基本上是结合大家意见 以后我主要发出去给他们 然后通常我其实是当天才看 因为就是 是周年忙起来工作 对 然后不好意思 把秘秘讲出来 可是智贤很棒 因为智贤会从西方而输入 因为有时候自己你的问题 自己在看 其实除非我有去想很多 不然基本上 我不会有太大的想法 因为一个人的思考的轴线 大概不会差太多 所以就是头脑会有一点定格了 但是多亏智贤 他会用一种比较 我觉得他的风格会比较浅显易懂 而且又很直接了当 然后看我这种 有时候有点长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很需要智贤就这样 然后他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 OK吧 一些同样的问题 其实时间拉太长 我们就去掉 或是把他放到前面 就是让他比较有连贯性这样 我觉得很好 这个或许可能也跟我们个性 加上背景也有关系吧 因为宜杰其实是人类学 主要就是修读人类学 他在宾州研究院 这个可以去看一下宜杰那一期 你就更加了解宜杰 所以或许这是人类学的说话方式 或是思考的方式 这样子 相对于我做一个小白 因为我不是研究员 所以可能做一个小白 我就会用不同方式去思考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宜杰的磨合方式 其实讲真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他准备 他去找来宾 找speaker 找完之后 都是大部分时候 都是他先提前做了功课 然后他把问题列出来 然后就直接发给speaker 我基本上就是先看过一边 然后我就好 发吧发吧 我也没有什么想象 然后我就是到后期 开始真的认真 就是临时抱佛脚的时候 是有用的 才有用 你知道那种 你知道那种叫 身上腺素上身的时候 那时候 然后就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这个其实可以改变一下这种 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改变 那个 问题本身 但是是排列组织的方式 所以在那个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会 来宾来的时候 就说 我们有稍微改了一下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来宾 都很有弹性 都很随性 我发现当 每一次你准备那些问题 大部分的来宾 都不会带问题来 他们很chill 对 是我们比较 而且我有发觉到 就是有时候 有些来宾 可能你 你已经把那个问题 排出来 然后可能有 一个问题是 你可能你第四个问题 你才要问这一个东西 可是那个来宾 他已经在 你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把 第四个问题也回答了 所以你们两个 我觉得你们接到 很smooth 然后很spontaneous 所以我觉得跟 edit是不一样的 因为edit的时候 你要把后面的东西 放去前面 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要花一些功夫 可是是做得到的 可是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还要保持 那个整个flow 让它很smooth 所以佩服你们两个 哇 谢谢 Elia 其实Elia 其实因为她其实edit 在有一些 因为有时候我们录音 或是录制某一集 其实真的很看当场的状况 甚至是来宾 还有就是整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所以其实真的很看各方啦 那有时候其实如果有时候 不是说状况不好 而是那个谈话的内容 有时候发现说 哎怎么样比较好 其实Elia都会做很适度的修改 当然我们是以保持的原状 绝对是原状为那个 不是说刻意去把那个内容删减 绝对没有 而是说在流畅度方面 有一些几集 我记得Elia也是花很多时间 会稍微移动一下 对对对 所以谢谢Elia 所以这也很考验我们主持人临场反应 对 真的我们常常遇到就是 他们因为来宾们 他们对自己的那个课题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对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需要 把我们的问题带过来 他们也不用看 他们甚至有些都不需要准备 因为全部都在自己的脑袋里 所以我们只要问第一个问题 他还可以把第三第四第五个问题 全部 全部说出来了 所以因为他们是真的很 他们非常了解 然后也非常的投入 所以对我们来讲 讲得很 这个好像已经问了 对 所以我们其实要很投入 我们不能就是放空 然后问第二个问题 又放空 对 所以通常我们 我记得之前也是这样 就是通常 如果我们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问题 顺序 然后如果受访者 他先讲了其他也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就会稍微注记说 这个部分待会不用再重复 所以也考验了我们 就是 你刚才讲的临场翻译 随时去做一些笔记 然后给对方的颜色 知道了 差不多了 对 好 那像我 我们进入状况的方式就是 喝奶茶 对我来讲 喝奶茶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还是真的是生理作用 就是 那种会特别的 有点稍微会比较嗨 比较投入 清醒一下 清醒一下 伊莉莉刚刚才喝了 一杯奶茶 今天我没有喝到奶茶 所以 因为我们三个这么巧 都很喜欢喝奶茶 然后我们在自己的 那个群聊里面 我们这个Podcast的群聊里面 就叫奶茶棒 对 今天没有奶茶 但但OK啦 就 我们讲的还 还算比较投入一点 对 那 我们接下来就要 介绍我们 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出场 伊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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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之处 就是 Elia其实不是华裔哦 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说 她的第一语言 或是她的母语 并不是中文 就是她在从小 长大的环境中 是没有说中文的 但是她的中文造诣 就是有到中午 就是马来西亚中午 from five的程度 就是跟我一样 我们的中文就 你们是读到中午 可是你们中文造诣 不止中午 这个当然又加上 我们对中文的兴趣啦 很棒啊 欢迎Elia 欢迎Elia 谢谢 谢谢夸奖 这样Elia 你可以跟我们聊聊 当你在旁边 听我和志贤 在滔滔不绝的主持的时候 你会内心会有什么OS吗 就是觉得 你们不要这样做 或是OK 你们讲得很好 你是真心这样觉得 还是你会觉得 你们不要再这样了 我会 我会疯掉 那种感受 我觉得我最敏感的是 当你们远离麦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笑得很大声 然后是笑 直接笑进去那个麦 然后我一听就知道说 哎哟 等下我剪的时候 这个吧 就会是问题 然后当然 有时候我们请来的来宾 他们也一样 因为可能不习惯录 podcast的人 或者是不习惯edit 他们没有在听 他们不知道 那个过程的时候 如果你远离那个麦 那个声音真的是会受很大的影响 然后 还有就是 有些人 可能他们会忘记 关他们手机的声音 然后突然间 那个是很难剪的 因为如果刚好 那个要看运气 因为如果刚好 他手机响的时候 他没有在讲话 就OK 我可以 只是把那个声音拿掉 可是如果他那个时候 在讲着很重要的 content的话 就根本剪不掉 所以他就会保留在 当然我不知道听的人 有没有这样敏感 因为我是特别敏感的 你们知道 对 但我们也很幸运 有Elia那么 中文那么好 然后又对这些声响很敏感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才尽可能有比较 希望能够有清晰的 录音品质 给大家听 所以刚刚在Elia在讲说 不太喜欢我们 麦克风越离越远 我们的嘴巴的时候 我刚开始要调了一下我的麦克风 因为我怕被讨厌 然后你们还记得吗 有时候我们会 可能我们为了感谢我们的来宾 我们会送一杯奶茶还是什么 然后可能他们开始喝 然后有plastic straw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听到 这个也是让我很 焦虑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 但是我觉得 要解决这一个问题的话 可能可以 像之前有几次我会举手 我就会录制那个podcast之前 我会先讲一声 就是如果有人远离麦克风 或者是我听不到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举我的手 所以 有一个提示这样 因为其实有时候也是 不能怪人家 因为你做这 你不可能那么久都做得那么直 除非你是那种 你真的是明星还是什么 然后你每一次都在录制podcast 你已经很熟 你知道应该要怎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 也是有请到几位很有经验的 然后是完全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来宾 就是那种超容易剪的 然后讲话又清楚 因为可能有些人 他们讲话比较快 所以可能会含糊 这一个就很难剪 因为它的词是粘在一起的 我要剪的话 可能会你听回去的时候 你会很不自然 你会听得出 有某些 被剪过的痕迹 对 就好像卡卡 就突然间好像突然间停掉 那种感觉 就很不自然 我就避免这样子的情况 对对 所以基本上在录制的一开始 其实Elia都会跟 包括我们主持人 还有来宾一起试音 然后也会提醒 大家都尽量不要远离麦克风 要跟麦克风当好朋友 这样子讲哦 我刚才说我们三个是铁三角 我们还真的是 大家的个性都适合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像Elia她就是对声音会比较高的敏感度 除此之外 她也对创意这方面也非常有兴趣 所以这种坐着一直长期听 然后剪辑 你是喜欢的对吗 我喜欢 对我来讲是很疗愈的 当我剪得很好的时候 我可以把那些杂音拿掉的时候 我听回去我自己会有成就感 对对 所以你看就是 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第一 我对声音没有什么敏感度 然后我也 人家说的就是那种 就是一种强迫症啦 我没有这种 所以我可能也没办法听出那种差别 所以像Elia她就听得出 其实也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剪辑师 如果听得出 她就知道说 哪里有稍微一点点不太对劲 她就跟她剪掉 然后她又很喜欢这样子剪 把她某个音轨拉出来 如果真的不行 处理需要这样拉出来 然后把那个声音调除掉 这也是需要一定的耐心 对需要耐心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有Elia Elia所以可以说是 最后帮我们把关 我们把关那一集的品质 可是如果录得不清楚 如果主持是我的问题 只有Elia是尽量 就她的状况能够去处理 她就处理 尤其我知道其中一个比较难的是音量 因为每次我们在听 比较还不是完整版 总是会有音量 还是难免有音量 忽大忽小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Elia都需要整个调整 可以请你跟我们聊聊 这个辛苦的过程吗 可以 OK 在理想的情况下 当然我在录制的时候 我已经要调整好 那个音量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可能会prefer 就是如果他们在录的话 他们不会同时再讲 因为他们可能要完全专注于 那个音量的adjustments 可是原因是因为 我们录完之后呢 这个audio file 我通常是会把它合拼起来 然后才开始剪 所以合拼的时候 大家的声音已经放在一起 已经变成一个file 这个时候如果要调个人的那个音量的话 就很难调 需要很多时间 所以通常我在录制的时候 有些人如果是讲话比较小声的 或者是特别大声的 我就会尽量把他们的声音调到是一致的 当然因为不同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说话风格嘛 有些人就是他们的声音就本来很小声 所以我要调到大声的话 也不能够太过大声 你会太过大声的话 就会听到周围的扎音 所以我会尽量让全部人的声音 都是大概同一个level 可是如果不行的话 也没办法了 也没有办法 但其实应该也是尽他最大的可能 来做到那个一致性 对就尽量可以多一致就一致 这样听众会比较舒服 因为我发现podcast的话 声音的质感是蛮重要 因为其实就算我们听别的 如果他声音 就是那个感觉不太好 其实你很难听下去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是尽量 谢谢Ilya 让我们的podcast的那个音质是比较一致的 那我其实很好奇 Ilya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你有在听吗 没有 对不起 因为像你讲的podcast不是我们唯一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本质 podcast不是我们的本质 所以当然有时候我在忙着其他事情 我就会一边调声音 然后一边忙着其他事情 所以我没有在听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我就会听 就这个看情况 但是录完之后我当然是被逼去听的 辛苦你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现场有没有听 是不一定的 但是录完当然我有在听 而且是听超过一次 所以Ilya可以说是很懂我和之前声音的人 可以这样讲 真的很多次 可是你们声音好听 不用整个不建议 对也好听 谢谢 OK其实虽然我是被逼着去听 但是每一次我们podcast 我都觉得我会怀疑良多 因为我都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有趣的是 有时候我在剪podcast的时候 我可以学习 然后我也可以听 有时候有一些话题是特别有趣的 然后大家也知道 你们两个都知道 我是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人 所以如果那个topic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木偶戏 然后舞师那一集我就特别会听 然后我也很乐意的听超过一次 太好了 如果你要讲我一集会听多少次呢 我觉得至少有五次吧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过程中 我们第一次听 我只是第一次去剪掉一些杂音 或者是那种吞咽声 或者是客收的声音 然后第二次我才会真正的去听那个content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怕可能 比如说有一些content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或者比较敏感的content 我就过后会跟你们discuss 然后讨论一下要不要拿掉 然后第三次应该就是你们听过了之后 再跟我讲有什么需要改 或者是后面的content放在前面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想要换 然后最后一次应该就是放音乐 还有把一小段放在前面 所以我觉得总共应该至少有四五次 我应该没有那个耐心 我只是听一次我就 我一般是听两次 就是Elia做了两次的 她听了两次她剪辑 初步剪辑之后 给了我们叫我们听的话 我一般 她部分也是听两次 我也是先听第一次 因为有时候我们很找路 但是我们都是拖 因为如果不急着发的话 我们可能拖到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会忘记之前 我们到底讲什么 所以第一次就会听来 唤起那个回忆声 啊OK这一期讲的是这一个 然后谁听了之后 然后才抓出那些 觉得这个好像不适合 或是有点太啰嗦 或是觉得一般都会留意到自己的部分 为什么我讲自己怪怪的 我不管姨姐讲的好不好 我只care我自己讲的好不好 没关系 因为姨姐也是这样子 我发现到你常常就是要剪出来 很多时候都是觉得自己的 对可能有一些语助词太多 或是断线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可能你们 对自己的那个要求 会比较严格一点 因为我听你们两个的时候 有时候你们跟我讲说 哦这一个把可不可以拿出来 我觉得我这样子好白痴还是什么 可是对我来讲是OK的 对因为像你讲的 我们其实会在乎自己比较多 因为如果听 我其实真的没有觉得你讲的 会觉得怪怪的还是不适合 但你自己听就觉得 为什么我会讲出这种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这次既然是我第一次 自己录这集 我觉得我应该可能会听六七次吧 耶 没事没事 你有这个时间去做 好啊那你们 刚刚Elia有特别提到说 她因为对中华文化感兴趣 所以其实有一些 像末尔戏无师那一集 她可能就会特别有兴趣 那我也好奇 之前你有喜欢的主题吗 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末尔戏 那一期也是一样 我没有很早做功课 好像也是宜杰一个人把功课做完的 她也是提前就是把问题全部都写好 然后就是给来宾 然后我大致上有看过一下 我说嗯好好好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然后就发她 然后那天早上 也是下午录制的嘛是吗 对 然后早上的时候我就说 嗯我要好好做功课 因为下午要录制要进入状况 然后我就开始去找资料 然后看些视频 然后有时候你在进入状况的时候 这些idea就会进来 说哎其实很有趣 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然后我就发现到 呃一级的问题问得很好 但可能因为有很多要问的问题 我们就变成把很多东西挤在一起 我觉得说其实末尔戏 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如果我把一部分给她拿掉 又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就当下临时决定说 不如把这一期变成两期好了 嗯 我们就放心的去聊 然后好好的去聊出来 所以木偶戏有兴趣的去看一下 我们确实是分了上下期 上期那个是比较关于木偶戏本身 就是他们的幕后制作 然后各种知识之类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就是 木偶戏团 戏团它的经营方面 对 因为云豪那一集就是木偶那一集 其实我觉得之前提醒我很多 一开始我比较专注在剧团本身 就是比较集体的部分 就是个人的兴趣 所以可以谈木偶本身的那个问题 其实并不多 所以其实在自嫌很认真做了功课以后 我们决定去去谈 就是那个先谈剧本身木偶 然后它可能角色 它可能怎么制作的一些很细节 那一集很丰沛以后 然后我们之后的第二集 我们就去谈就是剧团本身 然后看到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因为云豪毕竟是一个很年轻的剧团的 要怎么说 灵魂人物吗 对 灵魂人物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他那次其实是 他愿意播出很多时间跟我们两个 好像几乎要两个小时吗 对 我们因为一集一个小时 第二集短一点 可是基本上还是很长 加起来说我们也是谢谢 对 所以那一集我很喜欢 可能我很投入 然后过我听回去的时候 我也自我觉得说 哇 我进步好多哦 我主持功力好厉害哦 我很有成就感 那个我坦白说那一期 就可能因为很进入状况 然后我们也很放松的去说 然后云豪我们也是临时跟他讲的 是吗 开始之前我们跟他讲说 这其实我们很很 我们就放心的去讲 然后不会限制时间 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先看他 有没有赶时间 那天恰好很幸运的 他其实之后没有太多行程 所以我们就让他讲 对对对 因为很谢谢大家 然后我其实每一集都蛮喜欢的 对 所以 因为每一集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然后每一集都觉得 在那个过程和受访者互动 我觉得很多的感动 然后看到他们对他们自己的 所热情热爱的东西那样的用心 然后都通过感动 那中间当然比较有印象 是因为毕竟我在路上 懒人 Let me run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应该是说内容很棒 但是更觉得很珍惜的是 那时候和他们 就是从找他们来受访 然后中间其实我们去了很多次 买 kombucha 所以那个关系直到现在 都是需要能够去彼此互相支持 就是这样在地的小社群 所以我印象深刻啦 就是对于这样的关系 觉得很感动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看哈 我们有一部分来宾 可能在录制之前 在其他场合已经认识我们 像依杰你说有些是你的圈子的 所以在找之前你已经认识了 又或者是像刚刚你提到 Let me learn这样子 录制之前我们就已经去吃过 那是了吗 去了好几趟他们的中心 买 kombucha 所以 希望能够更了解他 对 所以某程度上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所以在开始聊的时候 其实会稍微清静一点 也因此我们有一些来宾 来讲说是真的很放松 真的很放松 所以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讲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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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跟那个 我们来宾讲说 我们这期年大概就是控制在30到40分钟 因为podcast确实也不想要讲太久 30到40分钟 但每次录制都是录超过一个小时 但你要我们剪掉其实很可惜 因为来宾讲的东西其实都很重要 也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他讲的内容也比较深入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每一期都将近一个小时 最短的也要40 40多分钟还是50是吗 有一期 那已经算是最短了 有一期我们是要直接剪成两期 有一个录了整一个小时半 有一个也是剪不掉的 内容也是 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我们剪不掉 好像是Groo的那一集 而且加上因为有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 对如果来宾多的话就是内容会比较丰富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 其实我们off mic以后 因为我们在谈的那个状况已经很放松了 然后所以有些来宾其实他会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些东西 然后反而我们觉得 啊这些东西也好重要 可惜我们关掉麦克风了 但是因为毕竟时间是真的很长了 所以那就变成比较像是说 我们跟他的我们继续聆听 很像更了解他这样 然后所以那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有一些感动有趣的时刻 然后因为我们就很像是他们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些受访经验 让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好多故事 而且他们都好愿意分享哦 然后但是有时候可能并不见得是 他们在每个场域都有人这样慢慢听他们讲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podcast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实在是有点长 但是其实背后也是因为我们期待说 有一些时候可以慢慢深度的剖析 或者是说和在地的一些工作者聊天 让人家更了解一些我们在地的故事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podcast的优点之处 因为讲着我们podcast并没有非常严格的 那个时间限制 所以我们每一次说30分钟好了 但是他们讲的这么投入的话 我们也没有打算真的要去打断人家 我们也确实听过其中一个来宾说 哇来到你们podcast 我可以讲很多很多我想要讲的东西 因为你们也不打断我 因为像他如果去一些 像一些比较有时间限制的场地 或是情景 因为真的是不同的场景 确实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他们不可能滔滔不绝 他就觉得好像有点想讲很多 但是没那个机会 所以他就来到我们这里 就是哇就有那种松弛感 我们就很做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吧 对不对 就让给他们这个场地去发挥啦 对对 好 那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我们的挑战 我们的心路历程 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podcast 也是有少许的尴尬时刻 那个对我来讲 有时候是听自己的声音 不过这个是刚开始啦 因为刚开始毕竟我们在正式上 upload我们的那个正式的一集之前 我们就像刚刚提到的需要很多的过程 那我们势必就要回头耐下性质来听自己的表现 所以一开始确实是有一点难受的 你觉得原来我声音是这样 原来我还问出这样的声音 是这样的感觉 是这样的气氛 对 那之前呢 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也是 我一刚开始听的时候就 哇好怪 为什么在听到自己的声音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然后整个人扭起来这样子 一亮你是那会吗 第一次听自己的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会 可是还好啦 自己声音蛮好听 很好很好 我喜欢这样对自己的自信 所以久了之后 其实反而就不会 所以一开始录制的时候 听了会觉得怪怪的 但是因为我们录了整将近27嘛 对 其实之后就算习惯了啦 对我来讲 你习惯了吗 宜杰 习惯了 就觉得 而且后来我觉得 我跟他们在一起 就是一起录 我发现一个生命的真谛 就是如果你越放松 你会录得越好 真的 因为有时候一开始会比较紧张 就是说怕自己 因为毕竟远道而来 面对来宾 其实我多少一开始都会比较紧张 就是说 希望能让他们觉得舒服 可是有时候太过在意 反而会就是变得很很匆忙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状况 还包括录音本身 就是进入内容 所以后来觉得 我觉得自信和伊莉亚 都有鼓励我说 放松就好了 反正后来 所以我们就变得很放松的状态 放松出来的结果 真的 我真的发现到 如果不放松的话 就是比较紧张一点的话 就很容易吃螺丝 对 很僵硬 很僵硬 然后整个很不自然卡卡的 希望你们听不到啦 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实时记住 OK 反正是可以接的 所以我们可以接 可以帮我们接 对 伊莉亚时常提醒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天使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Podcast的好处 因为它不是现场直播 对 所以我们就放心的讲 有些来宾也不习惯的话 一开始我们会说 不用急 对 我们会剪辑的 你想讲什么就讲 你觉得不对 你到时候跟我们讲 这段可以就是剪掉嘛 我们也很 很愿意帮你们剪 对 所以这也是Podcast 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们去就是学习主词啦 用中文主词 耶 好了 那我们差不多将近尾声 那在做Podcast这两年 我们要不要就是各自来说一下 我们从中有学习到了什么东西吗 好 那我就先来聊我收获 其实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有几点 当然第一个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很棒的人 就是我真的从就是每一个来宾身上都学到很多他们做的事情 有些觉得哇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可能在这样资源比较局限的情况下 可是他们依然用他们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们说 可能各自的生活处境下 他们依然坚持着他们热爱的事情 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光里面 我们听到人家生命智慧 虽然他们都大部分都很年轻 可是那个身上的光照出来的那个光芒绝对是耀眼的这样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真的是很喜欢我们的奶茶团队 然后因为我真的是真心这样觉得 不是因为节目上礼貌说说而已 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真心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像一开始说的 我们各自都会用自己的才能 或者是说工作上所集的地方 我们去找适合的受访者啊 有看到什么有趣的讯息 我们都会想说 诶有没有机会 这人会不会讲中文 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邀请他来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就是说因为大家不是把它看作一个工作的事项 OK我check this 我做到我就停 而是希望能够让它更好 然后我们同时也能够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我们度过一个很好的时光 然后所以每次现在对我来讲 录Podcast其实都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光 我就想说啊今天录Podcast早上 我赶快把一些东西处理完 现在我就可以很开心的去迎接这件事情 不管是跟同伴一起主持 然后或者是去和来宾可以聊聊 最后当然是要非常感谢 很认真守护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可是我们实际上会从 佛提拜里面希望可以看出你们的图像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真的谢谢你们很支持我们 就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第一天会转调 就这个人 这个主持人太长气了 可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其实是相当小众 我们自己也理解 然后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独特的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挖掘一些很认真工作 但是也许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来宾们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出有质感的节目 所以谢谢大家 因为你们成就了我们 谢谢 我要流泪了 感动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志显和我们聊聊 那我其实学到的东西呢 我开始发现自己说话的方式 这有点跟宜杰所看到的不一样 我会觉得我知道自己从小说话一向来比较快 然后我不以为意 觉得没什么啊 就是说话看你听得懂就好啦 直到因为开始录制Podcast 然后听自己录制的声音的时候 我发现到快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听感上来说其实不是很好 听的人可能会觉得好像一种 吊着一口气喘不过气来 因为这个人怎么讲这么快还没有讲完 这样子 所以每一次录制的时候 我都会提醒自己放慢 深呼吸 深呼吸 不要紧张 不要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甚至已经开始学会怎样 有一种方式 因为有时候我们投入的时候会不自觉嘛 所以我想说可能用改变坐姿的方式 就是如果抬头挺胸 其实那个气很足就会讲很快 然后我就试着说不如摊在椅背上好了 就摊着 摊着的话就那个气上不来嘛 上不来我就不会讲得那么快 也不会讲得那么 你有呼吸吗 我有呼吸 因为摊着不一样 摊着就像你躺在沙发上一样啊 你有呼吸啊 有时候人家问你说话你就 哦 算啊 你讲话就比较有气无力 我希望你们也没有听得出这样 但至少那个是我控制自己说话的方式 那么从录了每一期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小进步来 点点 每一期一点点小进步 就是有时候每一次都告诉自己 控制一下 不要这么急 慢慢说话 不只是在blogcast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我也尽可能就是 哎 好像讲话有一点急 不要急 有人在听 有的是时间 不要急 所以我反正其实很欣赏或是喜欢宜杰的说话方式 尤其是他在录podcast的时候 大家都会注意到他讲话很稳 语速很稳定 慢慢说 然后又非常清晰的表达 所以我觉得宜杰 给你一个加分 谢谢 因为我 谢谢志贤的美言 因为我觉得我是 平常讲话比较快 可是录podcast我有特地放慢 对这个我要向你学习 你是怎么 就是叶杰其实平时说话也蛮快的 但是很 过去兴奋的时候也讲得很快 但是他在录podcast就很稳 下次我再私下问你一下 你是怎么在podcast能够 无时无刻提醒自己 慢慢稳稳的说 谢谢你 伊莉亚呢 我们的灵魂人物 对 OK 对我来讲的话 当然剪podcast可以让我增加知识 像我跟你们讲的 然后也可以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来宾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不一样的是 我的角度不一样 就是我今天可以尝试一下 易姐跟志贤 就站在你们的视角去体验一下 因为我今天不只是在听 我也在录 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通常录制的那个经验 我今天做得很值 蛮值的 真的很好值 然后我当然希望我可以越简越专业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一路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听众 还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process是怎样开始的 我们好像也没有特定就是坐在一起 然后讲说OK 我们每一集的podcast就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process 可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了自己的一个很完美的process 我觉得 所以很感谢你们两位 谢谢 然后辛苦你们了 谢谢 都说了我们是铁三角嘛 奶茶帮铁三角 谢谢奶茶让我们有勇气 然后最后对我来讲呢 最重要的是来跟我们录制podcast的来宾 他们可以很轻松的 很comfortable的分享 他们要分享的content 当做是一个很愉快的gathering 就好像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下喝奶茶 然后我相信这个也符合我们一盏茶的这一个名字 就这样 谢谢 好一盏茶已经两年了嘛 可能也有人好奇一盏茶的来源是什么 当初就突然间订了一下有这个灵感来 是想说啊一盏茶的时间 就想说其实podcast就类似于就是大家 就是坐下来闲聊 像伊利亚讲的gathering的时间 所以是一盏茶的时间 但大家都知道一盏茶其实只有大概10到15分钟而已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讲了几盏茶的时间 每次讲一个小时 但我觉得虽然它并不是直接的要表达说 我们的podcast是只有一盏茶的时间 但我觉得挺可爱的啊这个名字 然后讲得很顺口 我们每次介绍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一盏茶 所以我觉得 你问我他来源 其实也是突然间就灵光一闪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所以这沿用到了今天 感谢大家这两年来的支持与陪伴 虽然我们的听众没有非常的多 我们当然也不是什么明星主持团队啦 但还是感谢各位的鼓励 我们会继续制作更高质量的podcast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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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